这里这RX7900系列显卡的发售日还有几天 各位玩家们也是跃跃欲试 想看看这张卡的性能如何了 正好其跑分数据已经泄露了出来 到底能不能和4080对抗呢 我们一看便知 除此之外还有4070飞泰显卡的新消息 那废话不多说 赶紧随着更强 来了解一下 现如今 大部分媒体人都已经拿到了测试卡 所以外面V2Cuts也偷偷摸摸的 泄露了7900XTX和7900XT两张卡的一些3DMark基础跑分性能 可以看到在Time Spy也就是DX12API下 RX7900XTX在4K Extreme中要比RTX4080大概低了2% 而在1440p的Performance下 RTX4080大约高了10% 而7900XT相对来说也有些猛 4K Extreme下和7900XTX几乎没有差距 但同样的在1440pPerformance时 和7900XTX的差距扩大到了4% 感觉4K更能激发A卡的性能一些 在针对于DX11的3DMark Fire Strike中 A卡这边就要明显有于4080了 其中RX7900XT在4K和1440p分辨率下都要比RTX4080强 分别强了9%和11% 而7900XT也仅仅比RTX4080弱了1%到2% 如果以官方指导的零数价来看的话 7900XT下毫无疑问性价比是要高得多的 就看这边A卡会不会溢价4080会不会疯狂降价了 当然以上也只是Time Spy和Fire Strike的测试 这些都是没有涉及到光追的 而且具体游戏的帧数表现如何 还请关注我们 14号到时候给大家一一测试揭晓答案 总结下来就是 4080任你狂 7900来土狼 溢价囤货别想涨 始终愿做等等党 那最近除了7900比较火之外 就属七死回生的4070Ti了 不过这两天 那位硬件救救党Kimi 又又又又透露了4070的消息 反正他口中的4070参数是一改再改 这已经是第三次修改了 他表示目前4070有5880个酷打核心 没错就是和现在的3070核心数一样 5888个 好家伙等了两年 等来一个一样的核心数 TGP为250W 比4070Ti低了35W 他还强调这RTX4070显卡 原本是160bit未宽的10GB显存 现在已经升级到了192bit12GB 也就是目前4070Ti的显存规格 总结一下 Kimi口中的4070 采用了和4070Ti一样的AD104GPU 一样的显存相似的功耗 同样是台积电4nm工艺 只是在规格上进行了阉割 核心为AD104250A1 并不是满血 虽然其枯的核心数量和3070一致 不过工艺架构显存和技术的升级 还是能带来不少性能提升的 那情况应该很明了了 4070迟迟没有消息 估计是3070和3070Ti的库存太多了 同时又没有太离谱的升级 当然这也是Kimi舅舅党的一面之词 说不定过两天他又改了呢 大家做个参考就行 不要过兴啊 一天一个样 比我编的还挺呢 今儿半个月前 视频博主摩尔定律一死 就放出了他打造的4070渲染图片 大家可以看一看 最后这不临近发生日了吗 很多厂商也都放出了旗下新卡的信息 所以我们也来看看 7900系列卡的一个外观和大小情况 其实公版的7900XTX和7900XT外观是不一样的 毕竟前者的PCB版确实要大一些 与上一代6000系比的话 厚度和长度都有明显的增加 不过整体还能够接受 比较接近NV3L系的大小 但要和40系的公版一比 好家伙那就很苗条了 当然大家主要看的也是非公版 比如汉逊的RX7900红魔系列 也放出了新图 显卡采用了全新的金属外壳背板 镶嵌了一枚红色RGB风格的logo灯 正面依旧是三风扇 每个风扇也有九片扇叶 该卡采用的是定制的PCB设计 是3x8pin的供电接口 除了红魔外 汉逊之边还有7900暗黑卷系列 同样是三风扇设计 但用的是双8pin接口 蓝宝石也是首次放出了 他们最新的RX7900XTXNATRO家 全体采用了金属质感的银色外观 包括了正面侧面和背面 两侧装有RGB灯条 不管从侧面还是正面看 都有不同的观感 背后则是Rideon和蓝宝石的logo 该卡同样是3x8pin的供电 下周蓝宝石也会公布 更多旗下非公卡的型号 华擒旗下的RX7900系列 样式就很多了 有太奇 Phantom Gaming和AQRA 这些卡同样都是 3x8pin的供电接口 并且频率都有所提升 成为最高级的就是AQRA 一张水冷卡 有一种金属机甲风格 太奇的话就有点朴实无华了 带有一圈RGB风扇灯 整体通黑比较厚实 最后一种Phantom Gaming 像是太极的烟格板 连RGB都省了 最后还有迅锦的7900 从正面来看 几乎和摄像一代没有什么区别 依旧是三风扇设计 不过风扇进行了升级 背部改用了银色搭配 点缀了一些镂空三格设计 和其他的非公一样 同样是3x8pin 没有TOPC接口 那以上差不多就是近期 公布的7900XTX显卡了 各位观众老爷们 觉得哪一款非公最好看呢 另外各位对7900XTX的 跑分成绩是否满意呢 都欢迎在评论区或弹幕中 留下您宝贵的看法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 更新更快更成的硬件消息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二个强 我们下期再见